当中国占领当局在东都决斯坦其中营非法拒禁数百万穆斯林并受到国际关注和批评时 中国当局犯了更严重的罪行 有报道披露 阿拉伯人近年大局采购东都决斯坦穆斯林的情侦器官 而中国关押维吾尔人的监狱附近都没有器官移植中心 由澳大利亚医学专业人士主导的一项研究发现 许多英文医学期刊并不符合现行的国际道德标准 即禁止发表任何设计使用被处决犯人的器官做研究的论文 因为无法确认这些人是否已同意捐训器官 尤其对中国的器官移植业而言 哈萨克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突然辞职数天后 警方今天在两大城市的集会中逮捕拘压许多反政府示威群众 前上议员主席托卡耶夫被任命临时总统以后 纳扎尔巴耶夫之女达瑞加纳扎尔巴耶夫当选议会主席 这引起反对派的批评 聚集在阿斯塔纳和阿拉木图的少数活动人士表示 他们反对将首都阿斯塔纳名称改变为诺尔苏利丹 江苏沿城化工厂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增至62人 超过600人受伤 近年来这种事故的增加引起了公众的愤怒 而习近平强调近期一些地方连接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各地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 据中国日报报道 该工厂生产30多种不同的有机化工产品 获取因违反安全规定而受到警告 以色列对格兰高地宣称主权以后 俄罗斯总统普京召开紧急安全会议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贝斯科表示 会议讨论了中东地区的最新局势 他说该地区的不平衡局势和紧张局势 不应该由参与解决进程的国家的轻率运动和声明挑衅 由于连续发生追击事故 波音公司失去了印度尼西亚加鲁大航空公司 价值49亿美元的737 MAX砰弃式客机的订单 在过去6个月中 记录了两起航空事故 包括波音737 MAX造成了346人死亡 3月10日一家波音飞机在 从亚迪斯亚背霸机场起飞后6分钟坠毁 飞机上有157人遇难 事故的受害者是来自33个国家的 当局称这次事故可能是中国对美国的经济攻击